每年收獲的藥材 都可以賣出去上萬元幣 還有富山 天地元氣濃郁 還有一些開發的藥田 這些都是上好的資源地 這麼好的資源地 什麼道場怎麼會拍賣的 而且 這個是七元鐘 三天之後 你們過來勁拍就可以了 具體原因你們很快就知道 林青的性格肯定會到處威 自己突破了神通 那些家族家主 很快就可以得到全部消息 將這些家族家主打發走 打開什麼道場 許長空說一聲就走入道場 走入全宋鎮 我要和師傅相遇 這些藥田沙門 都是固定資源 每年都可以撐出多少錢 而不是一次只有多少錢 最重要的是 如果拿到一塊資源地 許長空就可以在雲水城站穩腳 在這裏發展 葉道 快點叫人把琴熙叫過來 琴熙? 葉道起來 踏步走向雲水城 嗯 拍賣會怎麼可以沒有歌聲來唱歌呢 雖然這個歌聲就不出名 江泰園開始回憶 用哪一首歌合適 很快 一個消息傳出來 整個天網都炸了 咦? 林青怎麼突然突破了神通 將神劍中老祖吊打了? 我們 就打了你們神劍中老祖嗎? 我們青山中老祖 不但被人吊打 咦? 還搶了二十萬元幣啊 咦? 之前欺負過林青的那些少宗主 基本上都貴到伏了 你覺得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在天網上邊 方盡他們都懵了 林青 青圓中少宗主 橫衝直撞 禍害了幾大宗門 更加過分的 是開始搶錢了 場主 林青還要做最強的宗主 求出手整死她 呃 要不要整死林青? 按照神魔道場的實力 李玄霸和武寵家起來 絕對夠的 這段時間 他們得到這麼多神魔單 早就已經突破到到那後期了 單獨整不死 聯手絕對可以整死 但這樣不行啊 來神魔道場提升之後 不是就是想回去威嗎? 如果 如果威一次整死一個 哪鬼個還會買東西啊?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 點讚 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62集 林青現在在哪裏? 江太元發帖文 哦 正賓赴雲陽宗的路上 雲陽宗的少宗主曾經打過他 放盡就回覆 叫宋元和何脈通之下 叫林青安分點 三天之後來神魔道場參加拍賣會 本場主有事宣布 那場主啊 這個林青就不理了? 放盡急了 他神劍中老祖是剛剛被人吊打了的 如果不討回公道不安全啊 蛤 人家用錢提息的實力 我憑什麼要理啊? 而且他老爸都不理他 江太元冷坑一聲關閉天網 呃 眾多的家族家主也都懵了 場主的話 還真是很有道理啊 用錢提息的實力憑什麼要理啊? 至於林青的老爸 清元中宗主 唉算吧 現在敢理林青試一下 林青不抽死他嗎? 關閉天網 江太元繼續拿火 處理訂單的問題 好絕望啊 如果林青發瘋那怎麼辦啊? 整班家主都恐慌了 如果林青突然發瘋 搶奪他們的錢財 再吊打他們老祖 他們永無出頭之日啊 想起頭上一直被一尊神通壓著 眾多老祖商量 是不是要湊錢給一個人先突破 制衡林青了 林青也沒有搞多久 將幾個宗門老祖吊打了一次 剋榨了一些錢 就回到清元中了 這樣令到各大家族都送了一口氣 而江太元這邊 葉道將琴熙請了過來 現在什麼道場要人 毅留不敢不給啊 立刻就格高的屁股 殺熟狗頭的把琴熙送了過來 而且還是豪華跑車 馬獸拉過來的 場主 琴熙到了 下了馬車 攻擊地走了一禮 其餘人都離開了 琴熙姑娘跟我進來 斜褲直立刻告他 場主突然問琴熙過來 是有什麼事啊 琴熙疑惑了 江太元若果沒事 絕對不會找她的 找你過來唱歌 給那些家族的人唱歌 唱歌? 蘇明啊 琴熙悠悠地說 哈哈 那個是如樂這次唱正經的歌 江太元正式 這個是一首我最喜歡的歌 亦都是我認為寫得最好的歌 你一定要用心唱啊 琴熙俏麗的臉 嚴肅了起來 立刻保證 場主 琴熙一定比心機唱 琴熙很好奇 究竟有什麼歌 當得是場主這樣的評價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錢的力量 江太元很激動地說 啊 他早就應該想到 可以值得場主這樣評價的 也就只有跟錢有關的歌 來 歌詞我都寫了給你的 你看看可不可以唱得好 江太元拿出一張紙 押下聲稿了 這個是他改過的歌詞 儘量適合這個世界 琴熙接過歌詞 外面馬上就黑了 這首是什麼歌 這個就是歌 只不過唱法不一樣 你自己獨摸一下 這行我不了解 琴熙一直唱的是 笑而不移的歌 最近改了宿命 這也是古風淚的 易上手 這個錢的力量 就是前世的流行歌曲 琴熙無奈 只能夠嘗試學習這首歌 用自己的方法唱出來 而不是無以前世的唱法 因為江太元也不會唱 他只會聽 要琴熙學習前世的流行曲 顯然有點遺難人 所以他只能求琴熙用自己的喉嚨唱出來 有一件事他很神奇 令人哭令人歡笑 輕柔的歌聲響起 帶著一股懦懦的感覺 江太元靜靜地聽歌 隨著琴熙唱下去 眉頭不由得就起身 寬快一點 激動一點 比如說那句可以用來怨耀的 這個一定要激動 亢奮 琴熙點了點頭 我再試一下 這件事令人沉迷 向他看齊天下無敵 隨著琴熙再次唱出來 這次帶著一絲的亢奮 一絲的激動 但更多的還是輕柔 將輕柔抹走去 一直保持這種扣分 江太元嚴格要求 一個優秀的歌手 不是某一首歌都唱得好 而是任何的歌都要唱得好 琴熙明白了 琴熙馬上很堅定 這個是被那些家族弟子唱歌 而不是一位 他如果唱得好 名氣大將 到時候身價更高 以後場主有事也會請他 他才可以改變命運 江太元直接掩出一本計劃書 你打破命運的東西就在這裏 你如果唱好這首歌 我幫你改變命運 到時不是你被人賣掉它 而是其他人見你一面都要求你 琴熙心頭一陣 呼吸都急速起來 場主從來都不會說謊 而且確實可以改變命運 其實他的命運早就改變了 畢竟按照既定的命運 他早就被人賣出去了 而不是在這裏唱歌為自己努力 琴熙用力地吸了一口氣 再次唱起淺的力量 江太元繼續聽歌 一有不對馬上改整 琴熙連連失敗 但為了命運他不可以不努力 最後更是拿出自己的搖琴 以琴聲配合 將你元氣的技巧 混入琴裡面擴大琴音 擴大琴音威力 琴熙點頭 以元力貫注琴身 這個琴上邊 有它刻畫的基礎震法 可以承受舞蹈五階舞蹟的轟擊 而且可以令到琴音威力擴大 它是學了神鬼舞典的 這些小手藝還是可以的 隨著一次次嘗試 琴熙唱得越來越好 有琴身相合 更加是藉扣耐心 最後 江泰元將業道他們都拉馬進來 讓他們一齊聽 結果就是 呃…全部都沒有了 以前彈琴彈得這麼好的琴器 已經遠去了 硬被江泰元在琴道上邊拉出來 轉了個彎 長主 諸葛神后回來了 江泰元直接扔出二十份材料 將傳送陣練了 好 諸葛神后點頭 李元霸和武寵很羨慕 諸葛神后最近是赤手可熱的人 這段時間得到的神魔單 比他們加起來還要多 哎呀…手藝人就是不一樣啊 李元霸好羨慕啊 武寵死猛在頭頭 有手藝的人賺錢快 他們突然間有點悔恨 當初自己為什麼不學多些手藝呢 一個走去打仗 老子發育不好就不提了 一個四肢發達 走去做什麼好漢呢 如果有手藝在身 亦都可以和諸葛神后一樣 賺很多的神魔單 咦… 那他在做什麼呀 傳送陣入邊 他去長空懵下懵下的 他又從楓葉城走過來 他已經和師傅商量好參與競魄 他去長空來了 去青月城幫我通知青月城的人 三日之後拍賣藥田和山門 江太元看了他一眼 做得好可以讓你參加競魄 呃… 叫我做事就做事啦 用鬼威脅呢 他長空歪了歪了 走入傳送陣又走了去青月城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63集 在青月城 你這個逆子還敢發禮 青月城主 漏爆爆地掘著眼前的人 恨不得將他就地蒸發 我認識呀 打不過他 中主 笑中主他 行了 都受傷了 林青不耐煩地擺了擺手 神通威壓爆發 中主老闆 四位道果長老 全部都面色難看 看見沒有 神通 這個就是你們一直 暗暗沉沉的神通 林青傲然一小 面上掛著一絲的譏諷 嘿嘿嘿 神通果然很強 整個雲水城 除了神魔道場 誰可以接我一招 易子 你如此行事 必造報應 其餘宗門請神魔道場出手 必定可以蒸發你的 青月中主老敲 蛤? 蒸發我? 我現在是神魔道場烏魚 而且有錢 我又不是跟神魔道場作對 他們為何要對我出手 他們敢對我出手 可以呀 我雙倍價錢還回去 林青就譏諷了 有錢就要用 你們一個個都把錢放在寶庫那裡發霧 不可以不高 你們真的很愚蠢 林青冷笑 嘿嘿 唉 有錢都不知道肉 活該你們還是道果 如果你們之前提升了 全部都是神通奇了 你不是經常跟我說實力就是一切 沒有實力就是廢物嗎 這句話我今天還給你 你 你 聽完中主再次嘔血 唉呀 又這樣一個兒子 做爸爸的真的很累 唉 至於什麼 眼光放長遠一點 不是就是幾塊垃圾藥田嗎 四座庫山門嗎 唉 不是還留給你一座山嗎 林青很不適了 你 你 咦 唉 說不出話就不要說了 你退位了 中主真的不適你 以後他們跟著我 你在裡面看 我絕對比你強 現在我為中主 第一件事 陳權以後為中門大長老 林青冷聲地說 多謝中主 呃 陳權立刻激動了 真是好兄弟呀 其他車員中的人 都不知道說什麼 通知他們 少中主斷了腳的陳權 就這樣搖身一變 變成了大長老 他只是一個先天 咦 你們說了 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有這麼多窮鬼 江太原仰望天窮 帶著一絲憂傷 琴戲結束了唱歌 又成功發生徐梁 所以你們需要努力了 我亦都需要努力 這個世界 我最窮 江太原在搖頭嘆息 呃 你最窮 你都擁有什麼道場了 最好意思也是窮 夾了下嘴 飯菜做好了 江太原準時開飯 然後掛下天網 看看消息 沒有多少太勁爆的消息 都不知道那些中門的動靜點 江太原現在都懶得理那些中門 百萬訂單 估計不可能出現在這些中門的身上 四個中門 基本上都被林青吊打搶劫過 不過呢 就算是賣了中門 都湊不齊百萬 除非林青把錢還給他們 唉 其實呢 我還是幾希望林青把他們搶降的 江太原搖頭 但又覺得不可能 如果真是搶江了 那就真是如死網破了 林青也不是白癡 天色已黑 江太原直接在吊床上睡覺 至於琴熙 隨便找了個地方修煉了一晚 或者拿著時間練歌 身為藝流的女子 琴熙真的很優秀 做得到歌聲 做得到廚梁 還可以吃苦 嘩 客夜中一時思考響起 一團龐大的妖氣融入黑暗 快速地向神魔道場衝過來 嘩 一聲充滿了奶氣的思考響起 青玉獅子仔仰天孝小 澄澈的眼睛 看著天空帶著一絲驚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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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串龐大的青玉獅子王在天空顯化 將頭伸出來, 冷視著神魔道場 血盆大口張開, 露出鋒利的尿牙 青色的毛髮全部都動了起來 全身緊繃, 就要苦衝下來 我頂你, 叫你這帽子, 真是以為我耳龍 江泰元不爽地在吊床上翻身下來 你完吧, 弄下來 青玉獅子身體一僵, 猛地看著江泰元 天際雷霆響動, 瞬間將妖氣衝散 一度人影閃動, 青玉獅子王感過一股龐大的壓力籠罩 頸一緊, 然後就被人低了起來 呃... 不是說雲水城只能渡過嗎? 自己的實力, 彈對彈應該是最強的 為何還未救手, 就被人俘虜了? 下一刻, 漫天雷剛衝入青玉獅子王的體內 不能反抗 體內妖力瞬間就被鎮壓下來 強患的渡過收尾, 直接被人封印了 地味的人類 江泰元走上去就是一巴 秘密 拖下去打, 打到飆燕那隻 甚麼時候學色點高, 甚麼時候就帶過來 江泰元擺手 嘩... 你那個愚蠢的父親還是母親? 以後不要跟他一樣 笨到沒有救 救個兒子都不知道動作小一點 還一直在叫, 真是怕別人發現不到他 唉, 他是來救兒子的 江泰元歪了 呃... 面對我這一段渡過妖獸 你這個卑微的人類不是應該害怕嗎? 愚蠢! 我這個獸孝一出, 幾多妖獸嚇到飆燎 嘩, 卑微 呃... 齊靈的慘叫, 悶隨著思考傳出來 琴熙, 放肆快帶的人早就被驚動了 這個時候, 圍在神魔道場, 個個都沒有了 蛤... 你個是青玉獅王? 大馬克過來喊, 是玩麻煩嗎? 嘩... 那豈不是有多忍的自信, 才敢這麼張狂啊? 那些先天武者就驚嘆了 幸好沒有遇到林青 剛剛突破神通的她 肯定不介意驚到一隻青玉獅子王 掃掃一下 葉道就說了 神通? 雲水城有神通? 青玉獅子王嚇到飆燎啊 嘩... 你如果早點改有神通 我兒子都不要啊, 還走過來作屎啊? 啊... 要命啊, 神通只不過要命 一聽到有神通 再想起李玄霸, 直接就把她... 再想起李玄霸, 直接就把她擒了 立即就聰了 向一個神通求搖 不會丟掉妖獸的面 我不是神通 李玄霸輕飄飄地說了 嘩... 雖然不是神通啊 一股氣息爆發, 磅磅之威 似神似魔 青玉獅子王只是覺得整個人 陷入了恐懼地獄之中 眼前的人好像高高在上的神 而自己只是一隻卑微的流矮 是你... 青玉獅子王嚇到震 青玉獅子王嚇到爹爹都在打震 好了, 長主啊 現在應該會好好講話了 李玄霸好像扔垃圾一樣 直接把青玉獅子王扔到江太元的面前 嗯哈 青玉獅子王啊 江太元笑猶人地看著這尊獅王 嗯... 好怕死 一點都沒有之前已滋� 챙 前輩, 叫我小獅就可以了 青玉獅子王馬上說 李小孩 江泰元的起狮子仔 他跟著前輩是他的胃硬 江泰元又一巴 哈哈, 想多了, 跟著我賣塊我的糧食 我跟你說, 十萬元幣將你兒子買走 呃, 場主啊, 你個真是 唉, 琴起他們掩著眼 真是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省錢都省到妖獸的身上了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 點讚, 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64集 呃, 寺輩啊, 難道是在這裡和我開玩笑? 赤玉獅子王猛了? 十萬元幣? 咦, 我一個妖獸, 哪裡去搞元幣? 再說了, 那個是我的兒子 啊, 正玉獅子王後裔 是可以用錢衡量的嗎? 哪鬼跟你開玩笑啊? 懂不懂得這行字啊? 江泰元拿出了一塊木牌 呃, 什麽道像一切有假? 青玉獅子王雖然對人類了解得不多 但是一些人類的文字還是知曉的 嗯, 看來還讀過書啊 江泰元點了點頭, 讚了一句 文化妖啊, 不錯 我, 我跟你說 在我神魔道場, 一切都可以賣錢 包括你, 仔 青玉獅子王, 十下十下地在頭 而這個錢就是元幣 你可以用自己領地的藥材 扣石底帳 當然也可以把你的族群賣掉 江泰元就正式說了 我, 我有收藏 青玉獅子王醒悟, 馬上就說了 應該可以湊齊十萬元幣 不是, 現在你已經欠債三十萬了 不是十萬嗎? 青玉獅子王妄言 四周懷孽到他們, 個個都懵了 蛤? 剛才才說十萬 為什麼一下子就變了三十萬呢? 那個是你兒子的價錢 現在, 你也是俘虜了 唉, 你如果好聲好氣地商量 也就是十萬元幣的事 但是你硬搞成三十萬的巨款 畢竟你是獅王 掌管著青玉獅子族群 身份地位都遠超一般的道果妖獸 不要二十萬元幣 那不是看不起你嗎? 那好像又沒有什麼毛病 自己是獅子王, 地位高貴 確實非一般的妖獸可比 只不過這樣一來 自己的債務就多了 醃到他們默默地看著這一切 唉, 坐在場主的手上 想破點小財, 不出大血脫光理 對得住江湖太陽這三個字嗎? 呃, 前輩啊, 我青玉獅族 怎麼可以用錢來衡量呢? 青玉獅子王 終於被告出了一句話 整班人, 個個都沒有了, 看著青玉獅子王 咦, 那不是在這製裁身家嗎? 在這裏, 沒什麼是錢解決不了的事 除非是場主看對方不爽不答應呢? 好, 來, 你跟我來 江湖太陽牽著青玉獅子王 入了什麼賭場 看看, 這個是神血 加著十八月跡 好, 來, 你來 別離路 好, 你好, 廢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